好 来做几个题 巩固一下刚才所学以及我们之前对《红楼梦》的掌握程度啊 先看一下这题吧 迎春在时射的这个别号是什么 绰号又是什么 我好像也讲过哦 然后呢 下面这有一首诗 自从两地生孤木 致使相魂 返故乡 这四个巨盼词概括了谁一生的遭遇和命运呢 来 给大家一点时间 好 我公布达了 林州居士 还有他的绰号 阿尔木头啊 别忘了 那么这是香灵 这下面的这个呢 是香灵的一个一生的遭遇和生平 并且我们知道香灵学诗这个故事 在高中的时候也会学的啊 好 再来 《红楼梦》中所说的金玉良缘的象征是 贾宝玉的什么和薛宝钗的什么东西 嗯 想一想啊 以及在《红楼梦》最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 牧师乾隆 指的是开天神话中的什么和什么的环类之说呢 这个还记得吗 环类记 我刚刚有提到过 来 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贾宝玉和什么金玉良缘是不是应该跟他的一个配饰有关系呢 来 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薛宝钗的金锁啊 所以是金玉良缘 然后呢 指的是这个开天神话中的神英侍者和这个江珠草 嗯 好的 这没问题啊 圆明 什么什么什么 以哪四大家族的兴衰使为这个轴建农 做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内容呢 然后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是指的是谁 然后最后 机关算尽 太聪明 下一句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写错别字啊 千万不要写错别字 首先第一个 圆明是石头记啊 这个没问题 石头记 如果他没有给书名号 你最好自己打上书名号啊 然后以贾 使 王 薛啊 这四家家族千万不要记错 然后 王熙凤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散了 心心性命 你看在这里说到了 这个独射 相思局 弄权铁剑寺 还有什么呀 这个逼死尤二姐啊 破坏贾宝玉和林大玉的婚姻啊 最后自己落的这个悲剧下场 好的 再来看一下 嗯 登登登登登登登 花谢花飞 飞满天 红霄相断 有谁连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 两不知 哎 这个是《红龙梦》中的 省林大玉的什么呢 丧花云 对吧 那么下面这个也指的是林大玉啊 说他寄人临下 那么这个渴望真挚的爱情 但是在分界家庭中只能唱出 今年365日 风刀双剑言相逼 那么他就是林大玉了 好的 再来看一下 贾府四春 哎 我们刚才好像说到了 那么他的名字是有谐音之意的 孤单的 原春 弱弱的银春 清明的探村和孤僻的西春 名字暗寒 原应探西之意 好的 那么其中最具叛逆的丫鬟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秦文 那么涉及他的情节 比如说用秦文并补雀金球 还有这个秦文私善等等的 那么书中也刻画了一个善良的农村老妇人 就是刘姥姥 刘姥姥 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嘛 OK 那么这是简单的一个技术 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无所谓 那么这是对大家刚的一个检测啊 那么希望 那么以后不管是考试中遇到 还是自己阅读中遇到 你至少应该了解一些典故 是从《红楼梦》中所出的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好 那么在这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强调几点 其实《红楼梦》中的学问太多太多了 大家想研究 你可以花个十几年的功夫去研究它 对吧 那么但是作为现在我们这个阶段 我觉得大家主要把握的一点 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曹雪芹 对吧 他这样的一个写作的过程 以及他整个 比如说《红楼梦》 有哪几种说法 比如说高厄做的是哪几段 那么曹雪芹整个的这种 加湿背景的转换 对不对 他的人生背景和《红楼梦》的这样一个 完成的情况的一个对比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对《红楼梦》中的一些 主要人物的了解 那么主要人物的了解 就是对他这几个这个家庭 就是比如说家庭的体系 把它作为是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毕竟像什么 甲莲啊等等这些人 就比较前段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人了 你就可以稍作一些了解 把这个思绪理清楚 那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你当然要了解包括他的一些啊 这个性格啊 他做了哪些事情啊 对不对 大家要做了解啊 包括刚才甚至是那些丫鬟的事情 比如秦文啊 对吧 习人啊 对吧 这些你们都应该了解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刚刚没有提到的 史湘芸等等这些人 你也可以做一个简单了解 比如说文中是怎么去形容他的 对不对 甚至他都能喝醉了睡在那里 对不对 睡美人之称嘛 对吧 都可以做一些了解 所以他们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完全看过《红楼梦》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对你们来说 《红楼梦》是有点难度 而且你看到他的文言色彩也比较重 动动弄手诗什么的 然后可能对他来说是有点难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尽力的去了解这部作品 等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再去看整个原始的作品 OK 好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对他的这样一个作品的 思想特征有所了解 比如说刚才我已经反复强调了 他其实在讲这些人的故事的同时 也在强调着这些人背后的家庭没落 对吧 封建总会走向衰亡的 这种历史趋势是不能变的 所以曹雪芹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绅士的变换 是可以预示到他在描写的这些家庭的变换中 也是这样变换的 对吧 跟他自己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情况 家道中落 最后沦为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他其实所反映的是整个时代大背景之下的这样一种封建制度的衰亡 OK 那么这一点是大家可以了解到的 而林大玉和贾宝玉所代表的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与这样的一种封建社会相对应的 我们不要看到门户之间或者不要看到什么封建的这些态度 我们希望有所打破 那么同时他们的这样一种抗争和对抗 其实也是一种悲剧的下场 对吧 哎 起雨而死了 顿入空门了 对吧 它其实也是一个悲剧的一种结果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了解这么三块内容就OK了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这个深度已经有了 你也不需要再去往下进行更多的挖掘 对吧 这是你以后样所的工作 那也希望在今天体验课上 我能够给大家起个影子 然后大家继续努力 OK 那么体验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讲再见 拜拜